目前昆仑山依然是雪山林立 雪山与草场峡谷组成了壮美的景色 那么昆仑山究竟有多美呢 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镜头 从空中俯瞰一下 我现在是在新疆昆域市的昆木镇 那这里是我们距离昆仑山最近的一个直升机的起降点 待会儿我们向上飞行1500米 然后再向南飞20多公里 就可以从空中看到微微昆仑感受到它的昆仑气势 那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了 新航高度500米上升 江河铁地区策略县交界的昆仑山中部的上空 那随着我们的飞行高度越来越高 现在呢 昆仑山长年不化的冰川和蒸笼万状的群山 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在我们面前 那这里呢 属于多年冻土区荒漠地貌 看上去苍凉而寂静 平均海拔高度达到了5500米左右 它的山顶四季寒冬 只有山脚下的山坡谷地才泛着微微的绿色 生长着一些高原冻土荒漠地区特有的野生植物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地面上泛着微绿的草原 就是新疆南部著名的亚门草原 昆仑山是中国神话传说的摇篮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这里的山脉连绵起伏 山中有山 山外有山 远风静巒 层层叠叠 微微昆仑的千锋万赫 如同披着铠甲的群群绷马 旁搏向前 在寂静的万古雪原中 势压万山形成了著名的昆仑雪山的壮美景观 它的亘古矿大 它的静美空灵 都构成了昆仑山独特的自然美丽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著名的昆仑山大峡谷 长达2500公里的昆仑山 沟壑纵横 峡谷无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峡谷呢 只是昆仑山 众多大峡谷当中的一段 它蜿蜒于了无人烟的昆仑山深处 峡谷既是山峰 山峰既成峡谷 一路微移于群山当中 看不到终点 那我们再继续往南飞 在这里呢还能看到 眼下当地政府在昆仑山脚下 建起了木栈道 开辟了一些适合游客赐驾和徒步的线路 对昆仑山实行保护性的旅游开发 让更多的人通过旅游能够了解昆仑山 了解昆仑文化 感受祖国的壮美山河